哈囉,我是阿樂 相信有不少觀眾是在兩年前我分享五款寬褲推薦時 那時候開始看我頻道的 當時說那五款寬褲夠你穿十年了 雖然還沒有到十年那麼久 不過今天要分享的這五款寬褲 除了更值得你游泳之外 我可以說這五款寬褲應該不只夠你穿十年 是夠你穿一輩子都可以的 而且看到最後就知道這句話 我覺得沒有誇張 那馬上進入 第一位選手 首先第一位選手是來自Beans 眾多支線裡面的Beans Plus 那在仔細分享這條褲子之前 先來簡單認識一下Beans Plus Beans Plus這個支線是以 穿多久都不會膩的男裝為概念 單品的類型以美式復古 休閒 軍裝 工裝為主 而且既然都在後面加上 Plus 了 可想而知這個支線 製作品質與設計絕對都是高標準 那把重點拉回到這件褲子上 會把它放在第一位選手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它是Beans百搭名品裡面的銷售 No.1 所以就算不用我特別介紹 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位選手 它有多優秀了吧 而且這件褲子 不管是拿在手上 還是穿在身上 都可以感受到這件它的布料相當扎實 而且同時帶有彈性 第一次上升的當下 體感可以說是真的超棒 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翻了一下衣標 不意外的 這件褲子 是日本製的 而這款呢 它其實還有出了好幾個顏色 我手上的這一款 它是水泥白的 是帶了霧面感 還有質感的那種白色 不是沒有靈魂的那種死白 它的外型是標準的上寬下窄 偏合身一點的版型 再加上打折的設計 讓上升的效果在不管哪個角度看 都非常的立體 那這件我拿的尺寸是L號的 換算腰圍的話 差不多是34腰的 因為它在褲腳也做了打折 俐落的收尾 拿來搭配慢跑鞋 修憲鞋 甚至是皮鞋 我覺得都非常合適 然後這件褲它的定價是台幣4790 所以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已經購入它了 不過在上半年其實我算是還蠻少穿它的 沒別的原因 完全就是因為今年的夏天真的是特別的熱 雖然它的布料很舒服 但是也因為比較厚實的關係 在比較炎熱的時候是完全穿不住的 而且這款除了我剛剛提到的有其他的顏色之外 還有除了很多不同材質跟布料的款式 像是很經典的燈心絨跟牛仔 也有在我自己今年冬天 考慮要不要入手的清單裡面 那馬上進入下一位選手 接下來這位選手 同樣也是來自Beans 而且也叫做雙打折工裝褲 不過和第一條不同的是 這一件它是來自Beans Japan這個支線 而這個支線 會在單品上加入代表日本的特色元素在裡面 而Beans Japan這個支線的衣服 還有一個尊絕不凡的設定 就是翻到後側 這一條超級鮮豔的紅繩 我後來查了一下 這條繩子有著一根繩子連接人 一根繩子連接事物 一根繩子連接一個關係的意思 既然都代表日本了 當然這件褲子也是日本製的 然後這件褲子的尺寸我拿的是L號的 它的定價是台幣4680 那這件它在版型上 跟剛剛第一條介紹的雙打折工裝褲 乍看之下非常接近 或者說是幾乎一模一樣了 不過如果土砲式的擺在一起 直接比較的話 Beans Japan這一條 它在整體上又更寬了一些 上升之後的效果也更休閒 隨興一點 而細節的部分 同樣也是相當講究 庫管收尾處又做了打折 腰紋的內側 使用帶有很強日式風格的 麻枝葉紋路平接 錶層的布料 則是使用高密度鞋紋布料 而且是有經過特殊處理的 觸感很像是水蜜桃外層的細毛絨 這個觸感在摸到實體的當下 真的只能用高級來形容 相當細緻 搭配上我覺得 跟第一款Beans Plus相比的話 因為整體的輪廓更寬一點 所以雖然版型相近 但給人的感覺還是不太一樣 但同樣的是 都很值得擁有 那馬上進入下一位選手 接下來這位選手 是來自 Lenofex Purple Label Stretchedio White Tablet Pants 它的型號是 NT-5108N 顏色則是Vintage Navy 雖然之前有拍過一集 特別介紹指標的褲子 不過這一條可以說是 指標裡面最經典的錐形寬褲 它的設計是基於90年代的徒步褲 布料使用了CORMAX的 涼感斜紋棉布 雖然實際穿著的感受 不會有冰涼的感覺 但在夏天 這件褲子是穿得住的 然後在腰部的部分 配有腰帶 而腰帶上老話一句 有著尊覺不凡的紫色LOGO標 尺寸的部分 這件我拿到了34腰 因為如果有買過指標的 就會知道 他們在配置這個腰帶的時候 它的腰帶的長度 是稍微比較短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想要露出來的話 尺寸可以盡量往上面拿一點 然後這件褲子 它在褲擋的部分 有著立體剪裁 所以上身的效果 會有很自然的折皺感 再加上Table Pants 它的褲長是稍微長一點點的 我自己是覺得 直接全放的話 會稍微過長一點 所以我都會把褲管再往上折 整體就可以營造出偏圓形 和寬錐形的輪廓 然後這件5108N它的定價是日幣18700 換算台幣的話 差不多是4800左右 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你們剛好有計畫要前往日本的 真的強烈建議 可以去Nanamica的店上看一下 除了指標之外 還有非常多非常帥的單品 不說了 再說等等機票 就訂起來了 馬上進入 下一位選手 接下來這位選手 是來自Pilogren的尼龍攀岩褲 Pilogren這個品牌 它是起源於美國的衝浪文化 將自然與城市的生活方式 作為品牌的基調 是將戶外和衝浪元素 結合而打造的品牌 那這件褲子也是我今天介紹的 褲款裡面 分量感最重的一件 它的布料使用了具有自然質感的尼龍 不管是觸感還是穿著起來 都很親膚舒適 而這件褲子腰部的部分 我覺得超級有誠意的 除了有腰帶可以調整之外 整個褲頭還多加了鬆緊的設計 不只增加了穿著上的調整範圍 也讓舒適度有所提升 然後腰帶的部分 使用了深藍色 在腰帶的尾端 這裡有一個品牌的三角logo指標 再來是這件褲子它口袋的部分 除了兩側基本的斜插口袋之外 在右大腿的外側 還有一個拉鍊口袋 不過這件褲子它的重點 在背面 還大有文章 有兩個拉鍊口袋 還可以看到從腰部往兩側延伸出的三型口袋 除了很有特色之外 也是一個非常方便取物的設計 然後這件褲子它的定價是日幣18700 換算台幣的話 差不多是4800左右 然後尺寸是L號的 搭配上因為這件它的版型比較巨大一點 所以這件我覺得不一定要拿大一號 像這件我覺得我拿M號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本身也是百搭的褲型 所以在搭配上我覺得跟前面幾件都差不多 但在鞋款的選擇上我覺得就可以選擇跟這件褲子一樣 分量感比較重一點的 才撐得起這件褲子 整體來說這件褲子我還是相當滿意的 唯一要雞蛋裡挑骨頭的話 應該就是它的這個織帶的質感了吧 個人覺得它的手感是有點偏粗糙的 甚至它在結尾的這個logo織帶的品質 我覺得也蠻隨便的 真的是扣除掉這一點 這件褲子就可以撐得上是完美的 那馬上進入下一位選手 接下來第五位選手是來自Wiston 今年的多口袋工作褲 說到Urban Auto這個風格 在我心目中 我自己覺得把這個風格詮釋得最好的 絕對就是Wiston了 因為不管是在材質還是設計上 都離不開機能以及流行的都會感 像說手上這一件 它的布料就具有方便的質感 手感非常的細緻 而這件褲子它的價格是台幣5980 我拿的尺寸也是L號的 而這件褲子的輪廓 在寬鬆的版型下 整體帶有流線型的修身剪裁 然後在西部的位置還設計了活摺 來提升活動時的舒適性 搭配褲子側邊 有條式的拉鍊 可以呈現出不同的穿著效果 而腰部的部分 只有雙向的調節腰帶 還有第一型扣 褲腳也有鬆緊繩可以調整寬度 如果是喜歡融合城市跟山西風格的 Wiston他們家的褲子 絕對是可以來上一條的 而且也不用擔心會有過時的問題 就像兩年多前我分享的這一條一樣 也是來自Wiston的寬褲 我到現在也還是會把它拿出來穿 而且它還是非常好穿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五款寬褲分享 除了Wiston是他們今年秋冬的季節款之外 另外四款都是他們品牌很經典的褲型 也就是說就算現在缺貨過了一段時間 未來也有可能是會補貨 或是換個材質又再重出的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慢慢考慮 不用馬上急著下手 最好是可以去店裡試穿一下 再做決定的 然後我想以上五款應該沒有辦法滿足各位吧 還記得在夏天短固分享的時候 分享了第六位隱藏選手 那按照慣例 今天也必須來一個同場加印 來介紹第六位選手出場 第六位選手就是來自 The Moon的機能追行褲 這件褲子第一次曝光是在1906那集回歸影片的時候 上升的就是這件深灰色的褲子 雖然那支影片的重點都在1906上 不過沒有想到收到這件褲子的私訊 真的可以說是用海量來形容 那這件褲子作為The Moon的第一款長褲 在版型上 覺得就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上寬下載 而為了有別於以往追行褲的設計 在長度上我調整成了九分的長度 整體的輪廓也沒有做到超寬 而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微寬 褲頭的部分我選擇用鬆緊繩搭配金屬繩扣 讓它穿脫上會比較方便一點 而且也可以透過調整繩扣 來決定要穿再高腰一點或是低腰一些 兩種穿法都會有不同的視覺效果 褲檔的部分則用了立體剪裁 搭配前後檔合併插片的設計 來擴大腿部活動的範圍 當然簡單的外型必須要長一點魔鬼在細節裡吧 那就是我在兩側的斜插口袋後方 各設置了一個隱藏式的拉鍊口袋 而且這個拉鍊口袋非常的貼合酷身 不說的話還真不會被發現 除了基本的放手機這類型怕掉的物品之外 因為口袋真的太隱形了 你想要拿來藏一些壞壞的東西也可以 然後這邊想要特別提一下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這塊布料還有SORONA彈性纖維 這個纖維的特性有著手感滑順、輕膚、舒適 有彈性、易襲快乾、色勞度加還有抗皺的效果 最後更犯規的是 它還具有天然的抗污性 所以我才大膽的做了這一款淺灰色 讓它穿這麼淺色的褲子的時候 不用再小心翼翼了 畫面上深灰色我穿的尺寸是L號的 淺灰色則是M號的 至於搭配的部分 因為材質跟版型的關係 讓整件褲子在視覺上看起來介於休閒跟正視之間 適中的厚薄度和百搭的錐形輪廓 可以輕鬆的營造出舒服的平衡感 所以不管是平常穿、上班穿、出去玩或是參加活動都可以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條大部分場合都能夠升任的一條褲子 然後這款強褲它的定價是台幣3280 尺寸建議的話M號我推薦給剛嘗試微寬中穿搭 或是你想要上班穿但又不想引起主管注意的 再來就是身高跟差不多的可以選擇M號的 至於如果平常穿搭就追求很寬鬆 或是身高比較高的 就可以直接選擇L號的 我自己的話是兩個尺寸都會穿 主要就是看我今天想要呈現什麼樣的氛圍感 然後題外的話 穿了真實的下來 我覺得如果你的鞋櫃也會送New Balance的話 那這件褲子絕對是要來個一件的 因為在我自己嘗試搭配下來 發現不管搭配哪個型號的New Balance 都超級適合的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集分享的所有褲款了 看到這邊應該能同意我開頭說的這幾條 絕對夠你穿一輩子了吧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在這邊 記得FollowIG,追蹤頻道 我是The樂 我們下集見